占星是从天文现象发展出来的一种西洋学术 也被称为伪科学 也就是假的科学的意思 占星学的历史发展可以追溯到至少西元前2000年 当时在古希腊天文学家还有占星者 通常他们都是一体的同样一个族群 我的理解是星座学就是通过行星的运行来预测自己的运势 未来也是认识自己还有了解他人的一种方法 那么今天的生活哪里有问题呢 我们邀请来了这一位古镜呢 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才刚刚开始崛起的一位知心达人 星座达人海伦老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 来带我们认识星座认识自己 海伦你好 哈喽大家好 生活哪里有问题 有时我真的觉得我们节目的名称 生活哪里有问题取得真伟大 因为生活中充斥太多的问题 那么星座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 可能是一些青少年的玩意 看看今天我该不该去书局 转一转运之类 或者是我适合什么样的另外一半 或者我今天该穿什么衣服 我其实很想问老师我今天穿着颜色好不好 但是不用紧 我觉得星座呢最主要是 它来自2000多年前 然后它有很多深奥的知识和道理在里面 甚至对我们个人的运势影响呢 基本上一定要先知道自己的太阳星座 如果在哪里 还有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月亮星座 那么这三个星座是非常重要 当你去看运势的时候 这个太阳星座和上升星座 就是我们参考的两个部分 所以通常大家都会去看这个爆章上 或者一些资讯上的一些运势 会觉得不准确 是因为你只知道你的太阳星座 你不知道上升星座在哪里 所以我们必须对应这两个部分 那这太阳星座呢 是我们的这个基本个性 就是你出生的时候 这个太阳星座 它就像一个壳这样子 你就被定型是什么样的一样个性 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 这个星座要有生命 它必须要有这个行星去引动它 所以太阳星座就基本个性 那么下来是月亮星座 月亮星座是代表你的这个内在情绪 跟这个感受 比较隐藏看不出来的是吗 对 就像你关了房门 就是别人看不到你啊 就是你自己 就是你的内在情绪 灵魂所在 当你被刺激的时候 你的反应 所以你落到什么星座 比如说你是一个牡羊座 当你被刺激的时候 那么你就是会比较火爆 你的这个脾气是来得比较快 这是牡羊座的反应 然后它也是你需要被滋养的部分 它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那么你给它什么样的情绪 它就会比较舒服 它会比较舒服 因为它是代表你喜欢的东西 月亮是代表你喜欢不分 所以你找工作 有时候这个月亮星座 也关系蛮大的 月亮星座会代表你喜欢的东西 所以你做的东西 是你每天喜欢的 或找另外一半也是这样子吗 看月亮 月亮星座有关系 会有关系到你在寻找另外一半 是因为你的内在情绪 如果符合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 因为你是每天被滋养到 所以很开心 很喜欢这样子 也就是说我的月亮如果是 我随便来讲 如果是天平的话 那我会被另外一个月亮是天平的人所吸引 是太阳星座应该是太阳 太阳在天平的人 或者是上升星座也会 我乱讲的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上升 上升是什么 上升星座是我们出生的时候 这个东方的地平线上 它升起的第一 它是第一个星座 它就是上升星座就是决定 我们的命盘上 这星盘上的第一个宫位的起点 就是起宫是它的起点 所以这个起点很重要 就是你展现给这个世界的第一个印象 就是你走出去 别人看到你的这个样子 你的态度 你的个性 样子的形象 基本上星座 它是把这个上升星座 讲成你的这个外形会有关系 到你的上升星座 但是基本上 因为现在我们走进一个比较科技的社会 所以我们可以改你的这个外形 所以他们就不把这个列入拿来参考 会觉得不准确了 因为我们可以整形 对对对 现在不在下以前了 但是因为很多人就会说 如果你太阳星座 比如我天秤座 大家都觉得你很暧昧 那就是天秤的一个 天秤的一个象征 但是如果上升星座是金牛的话 我只是一个比喻的话 它反而哪一个会比较明显的表现出来 就是说金牛的特性会比较强吗 就是这个上升星座的特性 应该是说这个你走到外面去 如果你应对大众的时候不是家里人 所以你就会以金牛的这个上升星座的呈现会比较强 所以金牛都会比较喜欢半美美的 让人家看到它干净很比较 所以不止天平要漂亮 其实金牛是要干净整齐的 对对对 因为这两颗星的守护星都是一样 金星都是最美的一颗星星 所以它们都跟美感的事情有关系 还要看守护星是什么 对对对 而且就是上升星座 它也是怎么说 你对我来说 我是把它形容成工具 比如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配了一个太阳星座 基本个星座一个壳 那么你配了一个内在情绪的感受 那么你还要带了一个工具 就是我来这个世界上 我要应对很多人和事 我用什么工具 就是也是我的上升星座 就像工具一样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和平的星座 可是为什么它攻击性很强 它可能敢骂人 因为可能上升星座在天蝎 它会比较敢骂人 这样子的 或者在牡羊 它比较冲动 就是它的工具 但是它回到家 它却是另外一个人 可能有些人 不会它在家里 它好乖 它在家里不敢骂人 那是因为它是月亮 它在家里是月亮 有一些人是在外面的人际关系特别好 对人合理 可是在家里却是很火 在家里 我讲每天都被他骂 你看你没看到发脾气的那个样子 这就是你的月亮星座 也是有关系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一生 就受到太阳月亮跟上升的影响 这是基本的三个 当然我们还有别的金星 火星代表你的脾气 这个还有在细看的话 还有就是内行星 五颗星 所以它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深层的一个科学就对了 对对对 那我们怎么样得知 自己是上升是什么 月亮是什么呢 又怎么算呢 对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这个 太阳上升月亮在哪里 我们要通过星盘 那星盘要怎么看呢 就要通过你的出生的年月日时间 还有你的出生地点 那地点它是说 比如说城市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它有一个维度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所有的资料 然后现在因为我们在网上 可以拿到免费的这个软件 可以排盘出来 就可以看到你的太阳月亮三神 落在哪里 所以这个出生的地点 还有这个时间的准确度 要非常准 基本上时间如果要看上升星 就你的时间必须要准确 因为这个四分钟就走一度嘛 如果你时间差太多的话 这个度数跑太远 那么这个定工 定工就是你的整个命盘的 第一工起点很重要 因为第一工就决定了 你其他人生领域的部分的变动 所以你第一工落在哪里 那么你比如说 我们第一工是落在军雪座 那么你的第二工一定是狮子座 那么第三工拍着去 但如果你的第一工是狮座 第二工它一定是初女座 所以你的这个 个人的财运就不一样了 它就是第一工的起点很重要 所以时间很重要 地点也很重要 就是如果说 你今天在中国出生 在马来西亚处是同年同月同日 但是你是完全不同个星座的人 难怪 因为我刚开始我会觉得 星座什么东西啊 就十二个星座来定 对就十二个星座 全是几十亿人 那你把所有全是几十亿人 都以这个十二星座来 就是 它就是划分 这个巨蟹座就是这样 然后双鱼座就是多求善感 就是这样子吗 对 原来不是的 这也是迷思 其实星座里面呢 大家每天会在讨论 就是说 我是火象星座 那火象星座就包办了三个星座 那还有水象啦 这些风象等等 那其实据说 这四个星象的这个星座 也包含着不同的个性是吗 对对 我们等一下回来就聊这一块吧 好 可以 我们回来我们的生活 哪里有问题 我们今天透过认识星座 也认识自己 在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呢 有知心达人 Helen Helen你好 你好 I Helen 我们刚才在听歌之前 就有讨论到关于说 风象星座啦 火象星座 还有土象 还有水象 四个星象的这个星座 然后每一个象里面 就包含了三个星座嘛 其实这比如火象星座呢 是不是特别火爆呢 特别冲 然后风象星座呢 是不是特别飘逸呢 我只是随便来讲啦 好 有没有一些特性 可以让我们更了解 这所谓的什么象啊 星象这样子 好 我们这个星座的元素 有四个就是火 土 风 水 那么火象星座呢 是这个牡羊座 狮子座 还有这些射手座 那这三个星座 火象星座就代表 行动力比较强 因为火是代表行动嘛 能量比较强 所以他们都会比较积极 然后比较冲动 比较热情 比较直接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三个星座人特别热情 有 对 所以行动力也比较强 尤其是牡羊座 讲到走就走 所以他没考虑太多 四座就很积极的 半夜都想把东西给做完 但是射手座是选择性的 可是射手也很超热情的 对 真的很热情 所以射手座的人也特别好 对 但是他们却是选择性的那种 一股冲劲这样子讲吧 因为当你讲射手座的行动力很强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讲 怎么我家的射手超拖延症很重 然后很难 那是他的月亮 或者是 因为射手带有的 他带有的这个冲劲 叫做选择性的 这个一股劲 所以看他喜欢的东西 我喜欢这些事情 我就一股劲 我饭不吃 我就要去做的那种 但是我不喜欢的 就是拖延症就丢在哪里 但是他基本上还是随 行动派的这种理想性 所以要请人的话 就要请这个火象的 他就比较 事情就比较能够好办 对不对 因为行动力坚强 那基本上我们星座 也很难说 你会找到一个完全 100%是属于火象的 这一个星座很强的人 就比较少有 因为基本上每个人都是 由12个星座组成的 只是说你哪一个星座的个性 比较强 因为每个人的星盘 都有12个星座 所以只是说 这个星星所落到的位置 那么会加强你那个星座的个性 那星星会落到的位置 就是每一天都变动的 对不对 因为它一直在动啊 待会我们再来讲这个 我先把几个元素先讲完 那么它下来就吐 土象星座 土象星座就是这个 金牛猝泥和摩羯座 那么土象就是说 比较稳重 然后比较保守 然后也做事情 比较先讲安全感 比较稳重的 所以他们 所以你看这个土象的人的组织力 尤其是摩羯座的组织力就很强 所以很多在政治领域啦 这种好像 或者是那些企业大老板 很多都是摩羯座的 阶层性公司这种 就很多摩羯座 因为摩羯座是懂得一步一脚 慢慢爬的 所以很多摩羯 就是他们能够刻苦耐劳 就是慢慢来 他没跟你挤的 土象是比较有耐性 对 比较有耐性 所以他们也懂得计算 因为这个金牛座呢 跟这个钱特别有关系 因为他是在星座 蛇星座里面 他这个位置是管这个钱财 所以他的这个理财思维 特别好 善理财的一个星座 所以这其实基本上 处理金牛和摩羯 都在理财上 都蛮有心得的 这样子讲 然后摩羯座 就是很懂得投资报酬率的东西 他不做白费心机的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摩羯座 他很理性 所以投资专家就要找摩羯 就一定不会亏这样子 要不会做亏本的事情 比较多了 他也不能单单是摩羯 可能单单是摩羯 他一路的只会这样子做 他没有这个 处理做细心也不可以 我们很需要 处理做什么分析能力 所以处理做分析能力很好 所以他们了解一件事情 是非常深入的 所以你跟他聊一件事情 他对一个事情 他要了解 他就会很深入的跟你谈 然后金牛就 讲到钱他是比较 比如说正财 因为金牛管的是比较像正财的东西 所以我的钱 他的这个局比较小 就是说 管我自己的钱 他就会比较 有心得啦 对 因为他跟天蝎座的这个位置 也是跟钱有关系 金牛也是有关系 天蝎是别人的钱财 他就赚别人的钱财 你看天蝎他就会比较强 然后金牛是什么 就是稳稳的打一份工 或者是一个正财 比较会处理自己的财务 很会存钱 投资呢 投资还好 因为他们比较安全 他们不敢冒险 比较稳定的那种 但是基本上我们这样讲金牛 有时候可能会讲 不会啊 但是这个是因为你有别的星座的配合 你才会敢去做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图像星座就是要求的 稳定安全这样子讲 然后也是要有这个程序 比如说像摩羯这样 它是有这个规则性 然后或者是一步一步 就跟着一个程序 要有一个SOP这样子 很多SOP的 对 然后下来就是我们讲 这个风向星座 就是这个双子天平和水平座 那风向就是一听就知道 是变动很快的 就是变化很快 但是这三个星座 他们的应对能力很好 适应新环境 或者适应能力就很强 很聪明吗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而且这个风向的这三个星座 你可以看得出 他们的这个人际关系 交际特别好 因为他们就是跟人际关系有关系 所以打开网路 人际这些人际关系的平台 对他们 那么就是他们的强项 所以很多双子座 就很多在外面做Sales很好 PR Marketing 对他懂得 看什么人就讲什么话这样子 然后天平座就很圆滑 他尽量处处讨好人 对每个人都很好 不想得知任何人 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好好的 就黑白霜道都吃得开 对对对 他就所以基本上天平就水 所以其实天平在很多事业上都很成功 为什么 就是因为人际关系好 所以他们很多机会都给了他们拿到 这样子 真的耶 很准某人 还好啦 对 那么水瓶座就这是风向里面的其中一个会比较怪台一点 也是我们都叫他外星人的那个星座嘛 很难搞 很难相处 因为水瓶座比较不按理出牌 策略独行嘛 就比较叛逆 然后他不喜欢跟太多一些传统的一些条例的东西 或者Rule Regulation这种条例太多 就为什么我要跟呀 觉得为什么要跟啊 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 对啊 对啊 就是当你今天告诉他这个事情怎么做的时候 其实他想做 但因为你讲了他不做 他可能几天后才来 他才做 因为他觉得 就反骨 当下你说了我就不想要做 他也不喜欢给你问太多 其实我应该也是属于这种的 就我很水瓶 就我不喜欢按排理出牌 他不按理出牌 然后喜欢创意 我不喜欢听话 对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人 OK anyway 继续 但是这个水瓶也很矛盾啊 你说他不喜欢按理出牌 我喜欢感觉变化很多 但是基本上他们却不喜欢做一件事情 每天变动太多 他也觉得 比如说 我怎么形容 因为这个水瓶 他也是有自己的原则 这样子 他的原则性也蛮强的 就是说 他认定的这个东西 他就是你打不破他的那个原则 所以他被归类在固定的一个 固定形形作里面这样子 因为 你说 怎么讲 水瓶座 基本上 他们就是一个 拍拟小孩 然后 可是 他们却是一个人道主义很强 很有爱心 很博爱的一个心中 对 他们是超级博爱的 对 很博爱 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很叛逆的一个小孩 或者是一个 或者很反传统的 但是他们却能够做到 会想要去帮助别人 对对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因为水瓶 他的一个叛逆 还有他的博爱 形成一个很独特的课题 所以让大家都还蛮爱他们的 还蛮就是 而且 喜欢他们的 而且水瓶是不 他很特立独行 他很有自己的个性 他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不觉得 我为什么大学出来毕业 一定要找一份稳稳荡荡的一个工作 他会觉得 我想要去看世界 我会想要去做一些 别人不敢做的事情 他会去挑战一些 你知道吗 大家都觉得 哇 这样很吃苦 很辛苦 你知道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个性 更推动了他的那个行动力 他的感觉是 我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 他就是一个探险家就对了 而且水瓶天生就是一个小博士 他们就是带了一个 什么都懂 带了一个小天才小博士 所以你不能否认他们的小聪明 所以很多小孩水瓶座的 在学业方面都会蛮好的 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的这个领域 因为他们所管辖的理 跟数学科学有关系 所以这个星座小孩这方面会特别好 水瓶座听这一集超爽的 对 没有刚开始就把他扁到一个不行 后来就是哇 整个你知道飞上青天 那接下来就是水象星座的这个元素 水象星座就是巨学天蝎和双宇座 就是我的领域啦 对对对 水象的人就比较感觉性 都很emotional 对感性啊 比较讲感情的话 什么都是感觉为主 感觉为主 所以像季雪座本身 它就是同情性啦 就很强的一个星座 不过虽然我们讲巨学它 看去是很温柔 但其实巨学很适合做领导的工作 开创的工作 有吗 还好啦 它蛮刚柔并济的我觉得 它有它的坚持 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很柔 刻 它就是刻钢咯 就像螃蟹有一层壳 然后它里面是柔的那一层 你是螃蟹哦 但是但是要慢慢的才能够被发挥出来 它不是一下子 所以当你认识 要细熬慢炖 你认识一个季雪座的人的时候 基本上你会觉得这个人很冷 可能我跟他聊不上几句 就是不会 我们很热情 我们爱了解 算了由我们来评你 还不认识你的人 会觉得你会比较冷 但是季雪座的人 当一个人真的跟你接触了认识了之后 这个朋友就是很长久 这就是长久 对 而且季雪座是念旧嘛 所以这个感情肯定是长久 而且特别照顾人 尤其是吃 好住 特别会照顾人 而且季雪座很会看大局 所以他会为了大局 所以有的时候自己很委屈 所以为什么会把季雪座讲成 如果你娶了一个巨蟹的老婆 真的是最佳太太的角色 为什么 他懂得看大局 他也是很顾佳嘛 对啊 顾佳 他们是最母仪天下的一个星座 有看到我的眼泪吗 好啦 接下来我们聊一下其他的 哈哈哈 再来我们讲天蝎座 哦 天蝎座 每次讲到天蝎座 大家都反应 很真意的一个星座 很厉害的一个人 天蝎座真的很厉害 他们的思考能力啦 直觉力都很好 然后而且这种毅力很强 打不死的小枪 每次都这样子讲 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 女人或者是男人 在视野上 这天蝎座特别强 因为他们很敢 很多时候你看 记者座很多是 不好意思跟人家讲 我要走 我很厉害 脸皮薄 对不敢讲 天蝎座 天蝎座 直接不管你的 对我也敢骂 也敢讲 但是天蝎本身 他就会比较敏感 因为他们的 有故事的来源 所以他们都是处于那种 好像一个战场 战士的一个形态 因为他们 这个守护心 所处的这个环境 就说你在那个地方 就是每天要面对 可能不同的敌人 要来攻打我 所以他们就属于那种 精神紧张 所以你会发现 天蝎座的人 很多假想敌 然后他们会 很怕的 要把他的内心的秘密 告诉别人 或者他的私人 所以他们很神秘 他觉得我告诉你 越多越没有安全感 就像我在战场 今天我告诉 我不可能让敌人 来知道我的兴趣 所以我必须要守好我自己 但是我却 我去怎么讲去搜集这种情报 我就很厉害 因为你在战场上 你就是要搜集 惊人 敌人 对方的资料 所以他们在那种 问别人的时候 他就可以把你的祖宗十八代 都要问到完 所以他了解事情 就要透彻到底 箱子都要打开来看 里面是什么 不然我就不安心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现在还有 剩最后一个星座 摩胁座 双鱼 双鱼 对 好 那等一下 听一首歌 然后资讯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聊 生活 哪里有问题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的 生活哪里有问题 今天要来带你认识你的星座 还有上升月亮 跟太阳 还有认识自己 你好我是小芬 你好我是Brian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 这位知心达人 海伦老师 Helen你好 你好大家好 刚刚聊了这个 风向火向水向 现在到水向的双鱼座 那双鱼座是一个很温柔 很贴心的一个 你知道就演员型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们比较drama 他们会演戏 为什么我这么说 因为我发现很多那些 演艺圈那些一线的女明星 会有当主角 都是双鱼 为什么老师 基本上双鱼座是 集合了所有星座的个性 不管是好坏都在身上 怎么可能集合所有星座的个性 那他们是不是很容易 人格分裂啊 对啊 不好意思问了一些 很多面 不止bipolar 可是偏偏双鱼座 却是懂得怎么调整自己的人 你不要看他们很低调 其实双鱼座 它给人感觉好像好低调 很弱 因为它天真浪漫 然后就是那种 躲在一个角落 做事情很长 他们都这样 他们比较喜欢幕后那种 就不喜欢别人看着他做事情 当然也有喜欢在舞台上 那个是因为你别的星座的配合 当然我们单单讲双鱼来讲 你会发现很多双鱼 都很多在做这个 做这个幕后的这个工作 尤其是电影 尤其他们很适合 往这个电影业 因为这个海王星 是他的守护星 就是管这个电影业 有关系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双鱼 跟这个电影的视野 特别娱乐 特别有关系 那幕后他们很擅长 那目前好像很多演员 也是双鱼啊 对 所以如果你要配合到别的星座 我这样子讲 我们不单单看 因为真正一个人 还是要看多方面的 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 他们在演艺方面会特别好 因为他懂得如何表达 别人的情绪出来 这样子 因为他的这个守护星的关系 所以他们的想象空间很强 因为海王星守护这个双鱼嘛 他比一般人的想象力 他会想到有跟没 太远了 所以他们的艺术天分特别高 特别是有画画啦 所以你看那些唱歌啦 画画啦 服装设计师 音乐啦 这种好像比较艺术的 对 你讲设计 这双鱼特别强 但是他们也很多愁善感 是吗 对 因为情绪变动很快 因为这个 水下 这个比较没有一个定型 这样子 就好像那个水嘛 就没有边界的流 没有一个固定的形象 对对 他们是水这一种类型的 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了解了 这四个元素的星座就是 就是风 水 火 土 四个 然后每一个有三个 组成了十二个星座 为什么没有木喔 木哈 风 水火 对啊 木呢 木已经被那个什么 命理那边的那个 金木水火 拿掉了 对对对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说法 但是老师 其实我是想了解说 你自己本身 因为在我们东南亚国家 甚至是我们华人社会里面 长辈讲的比较多 就是说十二生肖啦 金木水火土 所谓五行 风水这样子 我也是从小 或生肖啊 对这样子被影响长大的 对 但是老师 你自己 为什么会进入这个 占卜 就是新 这个新战里面的一个 为什么你不去学风水 对啊 为什么不去学易经 嗯 基本上我也看过别的一些 啊 新名鞋算命啦 其他的中国的这些 风水算命 其实我也去看过 但是因为我觉得他 对我来说 可能 他绝对性 可能还不够说服我吧 或者是说自己研究 还不够深在那方面 但是我的机眼是在 接触这个星座之后 发现这个 就蛮有兴趣在这个星座 所以我从大概二十年前 我觉得我就开始 会收集一些星座 个性的一些资料 然后就是有一天发现 原来他有星盘这回事 然后就一路呢 就走一路走来 就会认识人的时候 就会想 他是什么星座 然后会把他的个性 跟这个星座连接在一起 所以这一路 就收集了这样子的一个资讯 直到最近的几年 就比较深入的去了解 这个星盘 所以就去看这个身边朋友 来去对应 发现他的这个准确都蛮高 而且都蛮好玩 特别是当你了解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跟他相处 特别容易 然后又可以去帮别人 好像调节一些关系 所以就觉得 这一门这个智慧 这个古老智慧蛮有用的 所以就很想更深入的去学习 加上可能就朋友的介绍 就很多朋友来找我 当我分享给他们的时候 然后他们觉得这种 帮助很大的时候 就更加强我 更深入的去学习更多 这样子 所以老师是一个对星座很有天分的一个人 因为你看老师都不用看稿 他也不用看什么 对什么所谓的星盘啊 看这些资料不用 他全部所有的记忆都存在他的data里面 所以老师server很强耶 可是我还是觉得我学习的还是冰山一脚 不过因为星座这门学文太浩瀚了 就学不完 而且在星向他有一个资讯人也在讲 你一辈子你都学不完 你只能够抓到一部分这样子 而且我们这个12个星座只是88个星座的其中12个 他们真正他们还有被一些 这个国际天文学会他们有认定了 有88个星座 他们他们不是说随便说看什么星座 他们有88个是认定的 然后我们这12个是其中12个 我看的是其中12个 所以如果88个都被公开出来 也就是人的那个个性啊 或者是特性会被分得更细 是这样子吗 我相信会 但是我还没有到这么深入 但是基本上我觉得12个星座已经 已经很多够学了 浩瀚无边了 而且我们现在今天我还没有讲到星星啊 所以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带过这个星座 下一集聊星星 其实我觉得还有点时间 我觉得我想了解就是说 因为以前对我来说 要了解一个人可以看星座 但是我不知道原来他有那么准确的 所谓的一个运程分析 因为我被老师曾经分析过 我有点木灯口袋 下一条 有点准 不是有点是很准 所以我想说影响着这一个运势的 是什么 是所谓的星星吗 因为我知道说如果一个人的这个星盘里面 有分什么事业功啊什么功 然后他的什么星掉下去 所以他就在事业上 他表现的会怎么样 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 我们星盘上 基本星盘是有三个部分组成 就是有12个宫位 就是我们人生的12个领域 这12个领域就是一个生活背景 这样子 然后还有10颗星星 10颗星星就是 我们是用人来代表 就是说他是有三 就像有神明 因为他每天在运行 所以这每天在运行的这个星座 就影响了我们的运势 因为当今天行星找到哪里 那么你这一段时间 就会发生一些 跟这个领域有关系的事情 而且行星本身有它的能量 那么它的能量 就会在这个世界上影响 然后还有就是 星盘还有12个星座 就是所以有星盘是 我们把它叫做天地人 天就是你的这个星座 就是天生带来是什么这个星座 然后这个地 就是这个12个公益背景 这个生活场景 然后这个人 人就是用这个行星来代表 所以就这个组成了一个星盘 所以当行星今天找到哪里 那么这个世界就会被引动 那么就会发生在 这一个领域有关系的事件 当然行星跟行星之间 它有它的一个对角的这个度数 那么好的度数 跟不好和谐不和谐的这个度数 也会影响这个世界的好坏这样子 那我们在私底下跟老师聊天的时候 老师也一直有提醒 就是我们说到12月的20号 今年12月20号 会我们的什么行星就跑到哪里啊老师 因为这个12月20号是一个 在星象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天象 就是说我们过去的200年 这个木星跟土星 它是核像在土象星座 所以它是每20年会核像一次 什么叫做伟大的核像 因为这每20年核像一次 就是代表一个历史的划分 就是说它是什么是核像 核像就是说两颗行星去到同一个位置 它的零度就是走到一样的度数在那边 所以它们合在一起 所以两颗行星的能量合在一起的时候 在同一个星座 这个星座是什么星座 就代表这个领域 这个部分会被发展或者是被限制 所以我们将会走向水平 就是这个12月20号 我们的这个木星跟土星 就会开启了另外一个新的200年的周期 就是核像在这个风向水平 这个星座 所以我们就开启另外一个时代 所以另外一个时代是对什么好 什么不好呢 对我来说 星座走到那里都是一件好事 它只是要提醒你 我们将要往什么方向 所以水平就是代表 新科技人工智能 智慧 还有这个群体力量 然后科技肯定是很重要 因为水平它所管辖的就是科技网络 所以什么都是新创业方面的行业 创业革新改变 所以你必须要懂得这一方面 还有就是疏离感 疏离感就是人群疏离感 就是我们会走向虚拟世界 人与人的虚拟世界 当然水平也代表 信息的交流沟通会增加 信息交流增加 听起来好像不是人群疏离感 但是它却是 疏离感是因为 你的信息交流是在网络 对 所以我们人的接触会比较少 所以很多人需要独立做事 而且这种自由独立行业 将会很风行 work from home 每个人都work from home 所以要请工人 以后要请那种招举王 我们会比较辛苦 所以因为它会走向这样的一个时代 然后现在 因为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 木星跟冥王星的河巷 在10月12号 就是这个 之前我曾经在一个访问 说过的第三波的疫情 爆发的这一个河巷 它不只是疫情 它也包括了 可能会有一些大集团 一些公司 要面临结束营业 倒闭了这样子的 然后现在我们 太阳又进入了这个射手座 那么就会把这个重点领域放到了教育文化 还有这个旅游 航空 法庭法律事件 地数之类 就高等教育 就是跟出国旅游 这一些有关系的议题 都会在这 接下来这整个月都会被带起来 真的还蛮准的 带到台面上去讨论 大家会关注的 因为太阳落到地方 就是能量展现 就是说你自然要把焦点放到这件事情上 而且太阳是所谓代表说我们要拟计划 要再想一下未来长年计划 要怎么样在这些事件上 要有什么决定 我可以预知 接下来我们的2020年结束之后 我们会迎来2021年 然后在新年期间 新的一年 大家对自己的运程都有很想了解 所以可能下一集 我们请老师来的时候 就是来了解我们全新一年的 12星座 这个所谓的运程了吧 就是为我们的来年做好准备 就是大家是 如果是什么星座的话 大家来年 可能有一些人要换工作啊 有些人想要结婚啊 有些人想要跟另外一半分手啊 之类的 那我们就要留守 我们在City Plus 我们会再请这个Helen老师 上来给我们剖析 这个星座来年的一个运势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